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 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 我们这么多天 每天都在提醒大家 在这个停课之前要发菩提心 那我们停课之前 还有就是大作之前 松经 持肘等等 这是做任何一个闪识之前 我们都要发菩提心 不管是这个闪 从表面上看 是大还是小都没关系 只要有菩提心 只要有菩提心 这些闪都变成非常非常伟大的闪根 方式没有菩提心的闪根 从表面上看 就是很伟大 但是实际上 他寒金量不高 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 每次都要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停课之前 也希望大家发菩提心 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电影 我们昨天将过电影里面的一部分 可以操作吗 我打开第三 交给我了 好 我打开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下 他的这些台词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加进去 怎么不加进去呢 好吧 没有加进去 那就是我们首先还要讲一下昨天的 还没有讲完的 这个是不是你们在控制 这个现在 我们昨天我们还没有讲 有一部分的内容还没有讲完 这个是对的 那个是对的 现在这个是对的 好 我们昨天有一部分的内容还没有讲完 什么内容没有讲完呢 佛讲 言耳鼻肺凉 然后就是舍身疑肺凉 有这么两句话 就是说眼睛 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 它不是真实的世界 我们的眼睛从来没有看到真实的世界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认为 我们从来都这么认为 我们看到的都是真相 其实根本不是 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 太阳从东边神起的时候 我们去看 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去看日出 看日出的时候 我们以为太阳 刚刚从东方的这个地平弦 升出来的时候 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现在的太阳 当下的太阳 但是我们从升下来到今天 我们的这个眼睛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现在的太阳 我们看到的都是八分钟之前的太阳 都是八分钟之前的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时候 太阳 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太阳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它已经不存在 它已经八分钟之前就已经不存在 但是我们一直都认为 我们看到的现在的太阳 这就是一个错觉 这是一个错觉 我们那么长时间 几千年 几万年 我们都这么认为 我们从来不认为 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是不存在的 我们不可能觉得 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 就是存在的 但是它已经是八分钟之前 已经不存在 那么现在的太阳呢 现在的太阳 我们等了八分钟以后才会看到的 现在是没有办法看到 同样的我们 比如说这个稿圆 比如说稿圆场 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我们晚上看上去 满空都是星星 我们认为 我们看到的这些星星 都是现在的这个星星 现在的这个宇宙当中的这些天气 但是我们看到的有些的这个天体 我们看到的 晚上看到的星星 有些是就几千万年 几百万年之前就已经不存在 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看到的根本不存在 但是我们根本就不会那么 不会知道的 我们一直都认为 认为我们看到的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 这个 行空 我看到的就是现在的行空 我们根本就不会 不可能认为 有些我看到的这些天体 晚上的这个星星 当中有很多很多事 根本不存在 几百年几万年之前就不存在 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过 但是 就是天文学 就告诉我们 这些都不是 为什么呢 那个光 就是要从太阳 太阳就是它的光源 光从光源参省到我们地球 就是需要八分钟的时间 需要八分钟的时间 那么它这个光 从太阳到我们的这个死亡膜 然后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变成了太阳的这个画面 这个中间就需要八分钟的时间 然后呢 很多的我们晚上看到的这些星星呢 这实际上它们都是几百万年 几千万年的 这个光源 光源 光源不是我们的人间的这个时间 就是光源 以光熟作为这个胆围的这个光源 几千万几百万年之前 它们实际上它不存在 但是这个光源 从它哪里到我们这里 就需要这么长时间 所以这光 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死亡膜的时候呢 那个光源 它已经根本就不存在了 不存在 但是这个光 就在那个路途当中 它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认为 我们看到的都是现在的东西 我们认为是这样子 但是根本就不是 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这个现在 这个这一点佛教 佛教的淫名 佛教的淫名里面呢 讲得很清楚 它说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过去 任何一个现在的东西 我们看不到的 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物体 都是过去的 都是过去 所谓的过去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已经是消失了 不存在的东西 那么这样子 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东西 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东西 这个现代科学 赢证了 赢证了 现代科学 讲的跟我们佛教 讲的一样 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错觉是什么呢 我们的眼睛 给我们的这个衣食 他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眼睛 我们的眼睛 认为他看到的是现在的 他看起来 就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光 但是他不知道 这个是过去 还是未来 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看到的这个光 眼睛 传递给我们的衣食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的衣食 就错误的理解为 这个是我看到的是现在的 现在的东西 其实 其实不存在 但是这一点我们不知道 从第一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眼睛 确实是没有任何的克星度 没有克星度 还有我们昨天也讲了 根本就不存在的 这些各种各样的颜色 物质世界没有 但是我们看到 那我们看到的 就是物种生有的东西 然后物质世界 确确实实存在到 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的眼睛根本 看不见 我们的眼睛看不见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的眼睛 没有什么克星度 所以佛就讲 眼 眼耳壁 肺梁 就是说 眼睛 耳朵 鼻子 它们都是 不是梁 肺梁 就不是梁 梁是什么意思 我们已经讲过了 梁 就是用来 衡量 某一个东西的长端 高底 或者是肿梁 这样子的东西 叫做梁 反正 梁就是一个 它自己是一个 表层的东西 这叫做梁 那用我们的 肉眼来衡量 某一个物质 是存在 还是不存在 它有没有 它这个 我们的眼睛 可不可以作为一个 这样子的 衡量这个世界的 真和假的东西呢 然后佛告诉我们 不可以的 我们的眼睛 没有这样子的 没有这样子的 这个功能 看到很多很多 他看到的 都是假的 他看到的 都是假祥 所以眼 然后就是耳 耳朵 也是这样子 我们过去 大家都认为 我们的眼睛 看到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声音 我们看到 听到的是 现在的这个声音 然后我们一直都认为 什么叫做声音 我们就是 我们的耳朵 听见了 一个这个声音 就有一种感受 然后我们认为 这个叫做声音 然后呢 我们一直都认为 这个声音 就是外面的一个 物质世界里面 一个世世在在 存在的 这个一个这样子 我们任何一个人 都没有想到 原来 原来声音 也是我们 自己的大脑 里面的一个 一个画面 这个确实 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大家都认为 声音肯定是 是外面 因为比如说 一个小提琴 他发出来的 这个声音 一个骨枕 小提琴 钢琴 那他们发出来的 这个声音 是一个 世世在在的声音 我亲耳听到了 怎么可以说 这个不存在呢 但是佛教 很早以前就讲过了 这个佛就是说 不仅仅是 言肥良 耳也是肥良 耳朵 他听到的 也是假的 所以他也不是 一个表准的 然后现代科学 就告诉我们了 实际上 所有的声音 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么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呢 不存在声音 那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一个 小提琴的琴弦 或者是我们一个 固阵上面的 这个固阵的弦 震动 震动了以后 震动了以后 在它的周围 是有空气的 我们空气 是在我们这个空间 是密满 然后呢 这个枕筒 在它的这个 周边的空气里面呢 就缠上了一种 亚力波 这叫做亚力波 就像我们平时 我们把一块石头 扔到水里面 我们眼睛可以看到 它缠上了波 那么这个空气里面的波 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 但是呢 原理道理 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小提琴的 这个清闲的枕筒 就在它周边的 这个空气里面呢 产生了亚力波 然后这个亚力波 就越来越大 最后就是穿到 我们的耳朵里面 然后这个 这个亚力波 就震动了我们的 耳朵里面的 这个耳朵 它震动了 实际上就是这些而已 从物质的角度上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那么这个当中 有没有声音 没有啊 这个港琴 不是声音 钢琴的琴弦 它是不是声音 也不是声音 我们可以说 这个声音是 来自于这个 小提琴的琴弦 但是这个弦 它不是声音 这个我们大家 都是工人的 它不是声音 那么它的枕筒 是不是声音呢 也不是 枕筒 就是它自己的枕筒而已 也不是声音 然后周边的这个 空气呢 它是空气 不是声音 这是空气 不是声音 然后空气当中 产生的这个波呢 也就是一个空气的 一个云动 一个空气的一个 不同形式的火动 实际上 它也不是声音 然后最后 这个这个波 就穿到了我们的耳边 这个亚力波 就震动了我们的耳膜 那是我们的耳膜的震动 也没有声音 这些都不是声音 琴弦不是声音 我的耳膜也不是声音 中间的亚空气 也不是声音 那到底是什么 是声音呢 然后科学家告诉我们了 我当我们的这个 耳膜震动的时候呢 然后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就产生了一种画面 这个画面就叫做声音 就叫做声音 那外面的物质世界里面 是绝对是没有声音的 没有声音的 都是我们 都是我们自己的大脑里面 产生了一个错觉 一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 应该叫做错觉 为什么叫做错觉呢 因为外面的物质世界里面 没有的东西 我把它当做是油 那我的 这个 我大脑里面的这个画面 实际上是我的主观意识的一部分 是我的主观意识 是我的意识 实际上科学家 还是在说大脑里面出现画面 实际上用佛教的语言 这样 大脑只不过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实际上整整的 整整的这些画面 我们昨天讲的 眼睛看到的这个颜色的画面 耳朵听到的声音的画面 实际上这些所有的画面 就在今生 我们的内在的今生当中 浮现出来的 实际上也不是大脑 当然没有大脑 就是因为它缺乏了这个工具 它其中就缺少了一个银 所以这个国是不会产生的 实际上这个国不是在大脑里面 而是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面 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我自己心中的这种感受 或者是说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这种声音的画面 然后我们眼睛看到这个小提倾的这个倾线在震动 有人的手指头把它震动 让它震动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认为这个声音是从内里出来的 但是没有没有声音 只有这个中间穿过来的 穿过来的是一个压力波 空气当中的一个不同的压力波而已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但是我们认为有声音 那我们的耳朵 它听到的也 也不是 也不是 实际上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去看 我们看电影 我们去看 这个 比如说我们去看 这个《风经》 等等 实际上我们 实际上我们真正感受到的 都是我自己的内在的东西 关于外面还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呢 到目前 科学也好 哲学也好 大家也在整轮 科学家 良知力学家 也提过这么一句话 到底这个宇宙存不存在 他们也提到过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原子 一个原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张桌子 它是分子构成的 然后呢 分子呢 它是原子构成的 远子呢 就是有原子核 和周边这个高速 远转的这个电子 就是这些东西 组合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我们 一个原子 有足球场 有一个足球场 这么大的话 那么它的真正的 它的原子核 有多大呢 就像一粒 就像一粒 豌豆一样 也就是说一个点子 有这栋 这么大 这栋 这么大的话 实际上它的真正的核心的远子核呢 就像一个火柴的盒子 那么大 那么其他的是什么东西呢 其他的都是假的 都是虚拟的 都是孔的 也就是说一个远子的百分之 一个远子的百分之 就是九点 然后后面再加 再加七个九 百分之 就是九点 九九九九九九 都是孔的 都是不存在的 那生下来的 不孔的东西 到底有多少呢 到底有多少呢 就如果有的话 也就只有百分之零点 几个 除了这个以外 百分之九十九的 都根本就不是 根本不是真实的 然后百分之零点 百分之零点 零点多少 到目前还不清楚 这个再分解下去了以后呢 它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错觉 原来 那这些为什么是这个 是假的呢 因为它告诉运动 它告诉运动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的诗句里面呢 就产生了 就产生了一个错句 比如说 最简单的 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 比如说一个风扇 一个风扇 一个风扇 它不转动的时候呢 我们看见 它不转动的时候呢 这个风扇 我们能看得到 它里面的东西啊 山也 可以当住这个 它是 它是有几个 三个 四个的这个山 然后转动的时候 它告诉的 转动的时候呢 然后 我们看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在我们的诗句里 它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求心的 因为它 因为它很快 速度很高 所以我们分 我们的诗言 是分得清楚 在我们的眼里 它就变成了一个 它就变成了一个 圆形的 它变成了一个圆形的 另外我们 另外我们佛教里面呢 就有一句话叫做 旋活轮 旋转 旋转的旋活轮 旋活轮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 把这个 最好的比喻 就是这个 激光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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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来教学的 这个激光笔 我们不运动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两点 然后稍稍移动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看到 就是一个点 一个两点在移动 然后速度再加快的时候呢 速度再加快的时候呢 然后它不是一个两点 而是一个求心 还心的光圈 还心的光圈 这个还心的光圈叫做 在佛教里面 这个叫做 这个旋活轮 旋活轮 国区是怎么讲呢 比如说我们 电一支响 电一支响 不移动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 这根响 上面有一点点的 活 一个两点 然后慢慢的移动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 它这个两边在移动 如果稍微要快一点的时候呢 稍微快一点的时候 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 环心的 这个环心的 这个光圈 那么这个光圈 它这样子转移圈 就是有三百六十度 三百六十度 那么三百六十度里面呢 真正的一个存在的 只有多少呢 真实的就是说 只有一个毒 其他的都是错觉 它这个 它这是一根响 一根响 电了一根响 没有求 这个没有 求心的 也没有这个 环心的 但是 它转动的速度 垮了以后呢 我在我们的诗句里面呢 它就产生了一个 圆心 环心的 环心 然后 科学家讲的 就是这个 一个 圆子核 一个圆子核的 这个周围 有很多 很多的点子 然后这些 点子转动的时候 它的速度 每秒钟可以达到 三千公里 它速度很快的 它这么一个 很小的一个 圆子核的 周边 有这么多的点子 转动的时候呢 然后 我们的眼睛 因为 响不上这个速度 我们看起来 它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求心的 它就是变成了一个 当然我们的柔颜色 看不到圆子的 我们看到的是 分子以上的 五值 圆子我们 看不见 圆子核 我们更加的 看不见 那么 所以呢 就是说 一个圆子的 百分之 99点 就就就就就 都是孔的 就是说 我刚才讲的 三百六十毒 里面的 三百五十九个毒 上面的 这个光圈 都是假的 都是我们自己的错觉 只有一个毒 上面的光的 两点 才是真实的 其他都是假的 实际上 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子 说白了 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所以 佛就将 眼睛看到的 不是真实的 耳朵听到的 也不是真实 这个意思 然后呢 鼻子 温到的 舌头 尝到的 然后身体 接触到的 除觉 所有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 一个苹果 的棋味 这个棋味当中的 一个分子 进入了我们的 这个鼻孔 粘末当中的 一个细胞 震动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的 这个 鼻子里面呢 就 然后 参生了一个 就来了一个 醒的 醒的 这个 粉子 然后 震动了我们的 鼻孔的 这个 粘膜的 这个细胞 震动了以后呢 它就 有一些 颠子 穿 穿 穿到给我们的 大脑 然后在 大脑里面呢 大脑就告诉我们 这里有一个 不同的 气味 不同的 气味 响的 丑的 这样子 然后我们 吃一个 苹果的时候呢 这个 苹果的 这个 浇下去了以后呢 苹果里面的 这个 粉子 然后就 来 这个 震动 我们 舌头 上面的 远来的 这个 分子 震动了以后呢 然后 它又 产生 其他的 电子 串递给我们的 大脑 然后大脑里面 然后我们的 大脑就告诉我们 这里有一个 尾道 舔的 苦的 等等 然后我们的 这个 我们的 皮肤 接触到外面的 世界的时候呢 然后 外面的 物质 的 这个 分子 震动了我们的 皮肤的 这个 细胞 然后 产生了 这个 电子 串递给我们的 大脑 然后大脑里面呢 出现 这个 压力 轻 忠 冷 惹 等等 这叫做 贪见外面的世界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 没有的 用佛教的语言 讲的话 就不叫 传递给大脑 当然在这个 过程当中 大脑 它是帮 帮了忙的 如果没有大脑 确实是没办法 没有 没有直觉 没有直觉 但是 实际上 最后 去 去干守的 不是大脑 实际上是我们的 今生 在干守 在干守 他的这个 压力和 冷和热 那这样子 以后呢 他们 看到 他们接触到的 这个外在的 这个世界里面呢 他我们的 肉体 接触到的 我们的鼻子 这个能够闻到的 舌头能够 尝到的 这些全部 就是这个物质世界 里面的 一小片段 一个很小 很小的 一个 一短 其他的我们 都看不到 听不到 尝不到 接触不到 但是他们 都是存在的 那我们国区 我们普通人 是根本不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佛已经 很早以前 就讲过了 这些都是 脱绝 所以呢 我们的 佛就讲 眼耳鼻 肥梁 眼睛也不是梁 鼻子 这个石头 眼耳鼻 眼耳鼻 然后呢 不仅仅是 这三个杠杠 不是梁 而且 还有 舌 神 舌头 身体 也肥梁 不仅仅是 这个五种杠杠 无中杠杠杠 是肥梁 而且 念我们的意识 意识 也否定了 眼耳鼻 肥梁 舌 神 以 肥梁 以义是什么 义是我们的义识 义是我们的义识 第六义识 我们的义识 判断的东西 也是错的 错了 这个很简单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看到了 八分钟之前的太阳 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现在的太阳 但是我们的意识告诉我们 我看到的这个太阳 就是现在的太阳 所以佛认为这都是错的 佛教教 这个世界是虚幻 它不是没有道理的 它有道理 但是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 在我们一般的 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永不上 所以我们还是要吞下 蓝色的腰丸 是比较安全的 比较适合的 我们昨天不是讲过吗 它有一个蓝色的 一个红色的 如果说非要把这个 我要吞 就像料 我们要向它学习 我非要把这个 这个红色的腰丸 我要吞下去 那就必须要去 谈索这些深奥的道理 这些深奥的道理 必须要接受 凡是整理 我都要接受 如果你没有这么 面对现实的 这个勇气的话 那就不要去吞 不要去吃这个 红色的腰丸 就去吃蓝色的腰丸 就比较安全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没关系 不知道 反正我们可以生活 就可以了 我可以做人 我可以好好的去 这个 心闪 端额 我尽量的 我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尽量的帮助人 然后我自己也享受 我自己的生活 什么空心呢 不空心 我不惯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叫做人天城 人天城 我们昨天也这样了 我们佛教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天城 这个我们今天 这个社会来说 绝大多数的人 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所以我们前几天 也将我们佛教 还是要好好的推广一下 这个人天城 我们就是不推广 实际上释迦牟尼佛 他考虑的非常非常的走到 佛陀认为 我们佛教里面 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层次 因为我们的人 的根基有这么多的层次 所以呢 比如说大远满 大远满里面呢 就讲九层 九层 不是大层小层两个 就是讲九层 首先是分 敌 中 高 先分三层 然后敌再分三种 敌再分三种 然后中再分三种 然后高又分三种 高敌 高中 高高 这样子就分三种 敌 也就是有敌的追敌 敌的中 敌的高 然后中也有种的敌 中 中 中 高 这样子分了九个层次 然后九个层次这样子 推广的时候呢 然后就可以覆盖所有人的 所有人的这个根基 有九层 有九层 但是我们现在 就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人就根本就九层 是层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很多人就是 自懂得 这个烧香百佛 那烧香百佛是不是 这个仁天称 还不是 为什么呢 烧香百佛 然后呢 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心识 实际上这是我们为了现实 仅仅是为了现实 如果仅仅是为了现实 那这个九层里面一个都不是 最低的我们九层里面的 最低的也得要 既要考虑现实 也要考虑来实 我们根本就不去考虑来实 只考虑现实 这样子的这个方法呢 在佛教里面 我们不知道应该是属于哪 那一个层 好像都不是 都不是 所以呢我们 这个最低最低的 这个仁天称 他也得要考虑现实 和来实 这两个都要考虑 我想我们现在很多的人 比如说 要求大家去修大圆满 大首阴 这些很深的这些法 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很多人去修 也不一定有什么成果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耿急 现在还耿不上 因为这个法是很高神的 但是呢我们的耿急不相应 不相应 不相应的情况下呢 我们虽然是血了 但是不一定有结果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实在暂时不考虑 我要去这个成佛 我也不考虑 我要成佛 我也不考虑 我要这个阿罗汉 我暂时都不考虑 我也不想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我这些都不需要 我只需要我现在和来时 这需要一个 这需要一个心腹的生活 我需要心腹 需要快乐 其他我什么都不要 有没有佛教里面 有没有这样子的方法呢 有 是什么 这是仁天诚 仁天诚 你不需要去学太多太多的东西 不需要去修很复杂复杂的东西 然后呢 也不需要去守太多太多的节律 然后仁天诚 他有他自己的简介 他有他自己的欣慰 然后他也有他自己的修行 但是呢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然后暂时就修这个方 然后呢 当我们的根基稍微比较成熟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从地底的底层 到地中 地高 然后从地高再进入中 中的 中底 中高 这样子一步一步上去 那这样子的话 就我们有可能 最后就可以证悟 可以成佛 可以解脱 都可以 所以释迦牟尼佛本身 这个考虑的非常非常的走道的 这个设计 对每一个人的根基 根据每一个人的根基 这个九成的设计 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一定会有我们相应的法 我们平时讲佛教 它就像一个超级市场 那这个潮市里面呢 也有很多很多很便宜的东西 也有很多比较鬼的东西都有 反正每一个人进去了以后呢 他一定能够找到 他自己想买的这个东西 那佛法也就是这样 因为他有九成 所以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东西 那我们学哪一个 还是以我们自己的根基来决定 这样子就是 这个佛教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呢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有一点难 但是需要我们的这个根基啊 稍微提升一下 提升了以后呢 如果我们啊 这个空心 如果我们能够勇得上的话 那他才他才是可以 他才是完能的啊 他可以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有贪心的时候 有谈语的时候 我们去修不经过 然后有诚恨的时候呢 去修这个慈悲 然后我们比较愚昧的时候呢 我们去修缘期 但是呢 每一个烦恼都需要一个对质的方法 空心他不需要 他可以解决所有的烦恼 但是如果我们要用这个空心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那我们必须要提高自己的这个层次 提高自己的层次以后呢 我们可以用得上 比如说我们啊 去操作一个高科技的这个点子产品的话 那首先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对这个产品的人士 还有我们对他的操作系统的这个收细 基础都要提升 提升了以后呢 我们才能够用得上 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品 才可以用 如果我们的基础不够 对他的了解不够 这样子的话 虽然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用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个还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就是佛法也是这样子 所以佛就是这样 眼而鼻 不仅仅是眼而鼻三个 还有蛇身体 不仅仅是五个干关 而且念意识 也就 也就是 这个不是量 不是标准 所以眼而鼻身身 都是 都不是标准 都不能 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看到的这个时节 是这个 是虚拟的 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好好想想 这个 这个明白这个 倒立是不难 但是要用 但是要用 就是还是要 还是需要一点点训练 才可以用得上 倒立很简单 我们刚刚讲过的 这个玄火轮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 非常好的比喻 我们一下子就明白 这个我们 比如说我们 电一只箱 告诉你的时候呢 我大家看到的 就不是一根箱 不是一个亮点 而是一个 环心的这个光 环心的光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静下来想想 这里到底有没有一个 圆心 环心的光呢 我们都知道 不会有 这个这里不会有 这样子的环心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那么没有一个环心的光 那到底是怎么 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它外面的物质上 有没有这个环心的光 没有 物质上没有 物质上只有一个点 一个亮点 没有一个环心的 物质世界是没有的 那物质世界没有 那是什么地方有呢 就是我自己的眼睛 我自己的眼睛 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错觉 因为我们人的眼睛 这个它有一个表 它有一个 一个这个 一个 表准的这个疏度 如果这个疏度过了 就是更快了 那我们看 看 这个 辨别不清楚的 我们就是也就是说 看不清楚 所以它变成了模糊了 那这一点 我想这个潮体 露西 这个电影里面呢 讲得非常好 这里面就讲过 比如说 一个 一个汽车 它以塔的 这个正常的速度 在我们的前面 走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 它就是一个 骑车 一个卡车 在我们年前 走过去了 然后呢 它的速度 在往上踢 一直都踢 到一定的时候呢 到一定的时候 这个 骑车 我们看不到 一个骑车 在我们的眼里啊 它就变成了 一条弦 它变成了 一条弦 变成了 一条线 我们看不到 骑车 它就是一个弦 我们的眼睛 看到的就是一个 比较模糊的 一条线 同样的 我们的这个 玄火轮 这个 稍微比较 转的快的时候呢 它就是 变成了一条线 它这么转动 就是一个欢心 它这样子转动 就是一个弦 弦 然后这个速度 再快的时候呢 然后最后 这个弦的两头 就是慢慢的缩转 慢慢缩转 最后 我们的眼睛 什么也看不见 其实就是有一个 不短的 这个 很多的七尺 都在我们的眼前 过 但是呢 因为他们的速度 太快 我们的眼睛当中 什么都没有发现 我们看到 什么也没有 所以我们的眼睛 看到的这个 这个 他要看到这个真相 跟这个速度 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必须要以他 能够看到的 这个速度的范围内 他才能够看到 超过了 他没有办法看到 超过了 就没办法看到的 所以呢 比如说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呢 每一秒钟 有24张 这个图像 每秒钟 有24张图像的话 那这个就是 刚刚是我们的眼睛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 正常的云动 如果再低了 看不到 再快了 也不合适的 那我们的眼睛 本来是这样子 所以他没有科兴毒 所以我们 用这个五个杠冠 用来 作为一个我们生活的 一个工具 完全是可以的 如果把它用来一个 寻求真理的东西 工具 那绝对是不可以的 他寻找不到真相 他找不到这个真理 所以佛 很早一天就否定了 言而必失身 全部都不是粮 都非粮 所以呢 所以佛教认为 我们的眼睛 看到的不是 看到的不是 这个真正的世界 是他自己创造的 所以佛教里面 有一个词汇 有一个名词 是非常重要 叫什么呢 叫自贤 子 就是我自己 子我 贤 就是先向 自我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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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昨天讲的 这个自我 影响 是一个意思 自我的影响 就是我自己的 内心的 心灵的 投影 或者是说 比如说 我们刚才 看到的这个 玄火轮 它绝对 是我自己的 支线 我自己的现象 不是外在的东西 所以 但是呢 我们 我们认为 我们 我们认为 这个 玄火轮 是假的 实际上是 没有的 这个 没有一个 原心的 这个 环心的 火光 没有 这个我们大家认为 不存在 但是这张 桌子 是存在 我们都是这样子 认为 实际上 幻心的 这个 这个 玄火轮 跟这张 桌子 在我们的 眼前 呈现的 原理 完全是 一个原理 如果这个 高速运动的 玄火轮 是假的 那这张 桌子 绝对是 假的 但是我们 永远都是 这样子 我们 自知道 蒙 是假的 然后我们认为 现实生活 是真的 然后我们 认为 这个 我们能够 看到的 这些 玄火轮 只是 假的 其他的 比如说 桌子 是真的 但不是 非常有趣的是 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 对书读 没有 敏感读 如果再 降低一点点 再降低一点的话 玄火轮 绝对会 变成 跟这个 桌子一样 它也变成 是真实的 它变成 它也会变成 真实 如果我们的 对书读的 敏感读 稍微再高一点 稍微再高一点的话 这个桌子 在我们的眼里 绝对会变成 魔火 像炫火轮一样 它也变成 虚幻的 但是我们的 眼睛 不管是上帝 造物主的 射击也好 是野里的射击也好 这个是谁射击也好 它射击得 非常的好 它跟我们的 外面的东西 跟这两个 非常的相应 相应 所以我们在 现实生活当中 书画说 眼见为时 是没有错的 没有错的 但是我们 就是因为 过头 我们认为 我们因为 就是眼见为时 所以除了我们 这个现实生活 以外 正理 它也可以 看得到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错了 它真理 它看不见 生活上是可以用的 本来就是用来 眼睛是用来 就在生活当中 用 不是用来追求 追求 追求这个 真理的 散漠帝王井 散漠帝王井 当中讲 如果燕耳必失神 都是良 如果是良的话 那圣者 佛的智慧 用来干什么呢 他说 佛的智慧 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眼睛 可以看到真相 那为什么还要去修 为什么还要大做呢 同望的道理 如果我们的眼睛 能够看到真相 不会出现 哈伯王眼睛 也不会出现 告悲的电子线微镜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眼睛 看得清楚 这都是多余的 所以科学家也知道 我们的眼睛 其实看不到 宏观世界里面的 很多也看不到 所以需要有 太空望远镜 微观世界 它也看不到 所以需要告悲 电子线微镜 如果我们的眼睛 看得到 那这些仪器 有什么用 没有用 完全是一个道理 佛说 如果我们的感官 能够看到真相 那佛和菩萨的智慧 是没有用的 用来干什么呢 没有用 所以我们 必须要知道 我们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绝对是 绝对是虚拟的 这个理论上 特别容易 但是我们知道了 我们还是会执着的 还是会执着 比如说我们明明知道 这个衣服 衣服 它是没有颜色的 但是呢 我们还是很执着 包括科学家 他非常的清楚 没有颜色 但是科学家 他也在乎 他的家具 他的房子的 这个装饰 装魂的颜色 还有他的衣服的 他也执着的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们光是在理论上 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 是很多时候 是不起作用的 因为我们的另外一方面的 这个执着呀 在我们的心里 就这么长时间当中啊 他已经是根深低谷了 虽然不是整理 但是呢 这个错误的东西啊 在我们的心里 根深低谷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啊 他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很强大的啊 所以我们啊 就需要需要训练 需要大佐 需要大作 大作以后 我们从理论上知道了以后呢 去大佐啊 然后很长时间以后 然后我们才知道啊 原来这个就是 真的是真相 就是这样子 跟这个科学一样 科学很多时候 首先是理论啊 就推荐一个啊 大家去啊 很多的科学家去思考啊 他们认为从理论上 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实验啊 还没有实验证明 但是呢 理论上他们认为 这个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呢 这个理论啊 新成了以后呢 然后再去做很多很多的实验啊 最后实验的结果 证明了这个理论是对的啊 然后这就是一个科学的真 这个成果 同样的佛教完全是这样子 佛教首先是用理论 通过理论 讲这个世界应该是虚幻的 我们看到的是 假象虚拟的 首先是理论上讲啊 然后理论上啊 通过了以后呢 然后啊 大佐修信 这个时候佛教不是用一气来测 一气来测验 而是用一个知觉去体会啊 佛教是用知觉 用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意识 体会 提升了以后呢 让它变成一种智慧 这个智慧去体验啊 然后它最后的实验 不是用一气 它是用我们的知觉去体会 体会了以后呢 确定了以后呢 当初的这个理论 可能后来它情深体会 医治了啊 然后这个就变成了啊 这个变成了一个整理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成果啊 那这叫做佛 这叫做真悟啊 这叫做真悟 所以这些过程 很多都是非常非常相同的啊 所以呢 我们暂时我相啊 我们在生活当中 用空心 或者是用其他的东西来 我们安慰自己啊 有可能很多时候 是我们用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佛教的心理学 或者是西方的一些心理 稍微比较好一点的心理学 可能来得比较快一点 这个小国 也许是这样子 嗯 但是呢 如果这个 这个空心的这个道理 我们明白了以后呢 那它一定会啊 让我们解决 很大很大的问题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遇到的这些焦虑压力 等等等等 所有的问题啊 就是一下子就可以结局 比如说我们正在做梦的时候 我们梦里发现了 比如说我们就遇到了一个 很恐怖的现象 有人追杀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还不知道 自己在做梦的话 那就是很痛苦的啊 很恐惧的 这个时候的唯一的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啊 比如说我们梦里 梦中我们看到有人追杀我 这个时候呢 什么方法是可以消除我的这个空局呢 当然梦里面呢 有很多人来帮助我呀 等等 这个也可以 可以这个 解决我的这个恐惧 但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让我明白我在做梦 如果我知道我在做梦 那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方法 我一下子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一下子 我就觉得原来是在做梦 就是所有的空局啊 就是一下子 就严小晕闪 根本就不存在了 这个佛的道理就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就像在做梦 有一天我们的智慧提高了以后呢 我们完全可以这个梦里面是可以新过来的 释迦牟尼佛是来还新我们的啊 然后我们从梦里新过来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啊 这个这个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压力空拒单油 等等这些负面的所有东西 一下子消失了啊 然后消失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还有那么多的人在做这个恶蒙啊 我是这个梦里面啊 已经新过来了 我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的空拒 但是我发现看到这么多人还在做梦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们特别的着急啊 着急什么呢 不是为我们自己而着急 就是为了这些人啊 就为了这些人着急 这个时候呢 我特别的想让他们告诉他们啊 不要这样子 这是梦啊 你们在做梦啊 不要不要做梦 不要去执着 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的想告诉他们啊 我们特别的想啊 让他们也信过来啊 那这个叫做这个就龙叔菩萨将正午空心的人 这个他的这个慈悲心更加的增长啊 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个啊 因为这个之前呢 我们自己也还不知道到底真的是做梦还是什么 我们也不太清楚 所以呢 这个我们要去唤醒其他人的想法也不是很不是很强啊 现在我们确实是体会到了原来这个就是做梦 以前我还不知道这个是梦的时候 我在这个梦里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痛苦啊 我又做又做又做了各种各样的梦各种各样的恶梦 那这些恶梦让我特别特别的痛苦啊 我自己有情深的体会 那我现在我已经心过来了 我没有这些 但是我看到那么多人还有痛苦啊 那些人呢就像我过去的时候一样 他们还在啊 这个受苦啊 这个苦实际上不是外来的 是他自己创造的啊 是自己创造的痛苦 让自己啊 让自己痛苦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特别的着急 特别的想告诉他们啊 这个就是梦 你在做梦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是说龙鼠讲的龙鼠菩萨讲的正无空心的人 特别增长这个菩提心的原因 也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这个 这个摩菲蛇 他跟这个李奥讲的正式的定义是什么呢 你就去摸一下这个沙发 这么真实的东西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他说我不相信 但是摩菲蛇说 你什么叫做真实呢 你你怎么定义这个真实的东西呢 如果你说这个实觉啊 嗅觉 味觉 触觉 听觉 然后说这些都没有什么说服 因为这些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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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大脑 他解释的一个点子讯息而已啊 那么这个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给大家解释了什么叫做大脑 接受的电子讯息啊 这个已经接受过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啊 这个世界真的不是真实的 这个非常清楚 但是非常遗憾啊 理论上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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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解决受误的问题啊 理论上我们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但是我们还是啊 还是很谈啊 还是很坦婪 都有的啊 不过没问题的 为什么呢 在我们的心里啊 已经拨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中子 这个中子一定会快速的增长啊 快速的萌芽啊 开化结果 最后啊 所以呢啊 所以呢 我们还是是非常幸运的啊 非常幸运 虽然是我们目前 有没有什么修行的境界啊 都没关系啊 从这个角度来讲是非常幸运的啊 那么这些佛教的 这些深奥的东西 我们去读一本这个 几千多年前的 这个古老的蚊子 连我们读这些蚊子都很吃力的啊 更不要说这个内容啊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典型告诉我们啊 还有一个科学的有几个啊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道理 让我们彻底的明白啊 这个世界真的是 不关我们啊 承认不承认 真实真相就是这样 这个莫非是他后面也讲到了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下面的另外一个啊 这个片段啊 啊 这个是正确的啊 不是真实的吗 啊 好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啊 通过一个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去了解 那了解这个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有点不太容易理解 不是很容易理解 那这个电影里面呢 他也就充分地表达了啊 比较不容易接受这个意思 他也讲得很清楚的 我们 嗯 嗯 没关系的 这个可以吗 他的这些猜词有吗 有啊 好 我们现在 现在我到底要编哪一个文件呢 哈哈哈哈 啊 我们现在要看这个端片啊 这个我看看这个四应该是这个死 这个我们刚才看了 这个我们刚才看了 再看一遍啊 再看一遍他的后面 what is the matrix control the matrix is a computer generated dream world 对 他将目题啊 到底是什么呢 啊 那就是一个电脑 默逆出来的一个蒙的使节 啊 那么由我们佛教的教度来将 这个目题 它到底是什么呢 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啊 以我们自己的无名 所产生的这个虚拟的时节 用佛教的话来讲啊 用佛教的表准的书语讲 这个叫做自嫌 我刚才解释过了自己的嫌相啊 自嫌 也叫做 昨天我们啊 这个 莫菲斯他用了什么这个词呢 他用的是 佛教里面讲自嫌 自嫌 他不是一个外面真实存在的东西 而是我自己干官 创造出来的一个虚拟的时节 但是这个虚拟的时节 这个虚拟的时节里面 我可以生活 我的干官可以感受到这个虚拟的时节 所以这个虚拟的时节 我以为我的干官在弯弯 实际上不是这个虚拟的时节 就是在我自己的大脑里面 在我自己的精神里面 这叫做自嫌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目的 就是这个 就叫做目的 就是这个虚幻的时节 然后呢 他说这是一个空置的方法 是一个空置 空置人类的一个电脑 现在这个故事的开头 就是 大概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呢 他们就创造 他们科学 就是发明了一个 人工智能的级数 后来这个再发展 再发展了以后呢 后来就是 真正的诞生了这个机器 这个电脑人 然后电脑人跟这个人类 两个斗争 斗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过程 那么他们现在 就是电脑的人 他们通过电脑的这个程序 就变成了一个像跟真实的世界一样 让人们到这个里面去生活 那他就是一个这样子 那我们 他们是用电脑的程序 佛教讲 无明 无明 就是我们的愚昧 我们的愚昧 创造的世界 那他们这里讲 是电脑的程序 创造的世界 这个叫做这个 母体 母体实际上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built to keep us under control in order to change a human being into this 这个就是说 因为他 这个电脑人 他做这个电脑的程序的实践 这个时候呢 他需要这个能量 他早期的时候 他们用的是 这个太阳能 然后人类跟电脑人 他们斗争的过程当中 人类以为我们用云 人工的云 把阳光遮住 遮住了以后呢 没有阳光了以后呢 那么他没有能源 这个电脑人没有能源 他自然就会回掉的 但是没有想到 后来 那个电脑人 把人的身体上的这个热能 转换为点 然后呢 人类就不是从木台单身 机器人他自己栽培了 无数无数的人 然后呢 人体就是 用来他的这个 作为他的电池 然后 博菲是说 这个很惨的 一定要 一定要解决 如果不解决 我们人 最后就变成这个玩意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你看 我没有说 很容易相信 他昨天一开始的时候 也他跟说了 你就 要不你就是蓝色的腰 要不你就是 红色 然后他准备去拿红色的时候 他说记住 我只能告诉你 真相 意思是什么呢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真相 但是我不保证你能够接受 或者你能够相信 我不觉得这个是很容易接受的 但是真相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说 我没有说 我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跟你说 这个很容易相信 我只是说 这个是真相 但是我没有说 这个很容易接受 这个话是 实际上 这个话就是我们 中观里面 佛陀也经常讲 然后中观里面 也经常讲 这个很难相信 但是 真实 事实就是这样子 事实就是这样 所以呢 释迦牟尼佛 为了我们 逐渐逐渐地靠近这个真相 他就实际了九成 九个层次 就是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层次呢 因为 让大家直接去接受 相信 这个没办法相信的 所以呢 给我们设计了 很多很多的台阶 让我们一步一步一步地上去 所以他说 我只是说这个是真相 我没有说这个 那么容易地相信的 我们现在就看下面的一个 另外一个的这个短片 现在是这个 对 这个我们讲过了 现在再看这个 底诗 we have a rule never free a mind once it's reached a certain age it's dangerous the mind has trouble letting go seen it before and i'm sorry we have a rule we never free a mind once it's reached a certain age 好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啊 他这个时候就这个 莫菲斯告诉这个 这个黎奥 他 他向他倒前 倒什么前呢 这个之前 让黎奥 亲自去 体会 这个母体到底是什么 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 这个电影等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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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节啊 那么痛苦 很痛苦的 那为什么 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是语言 将 没有办法 接受很多人是不可能 相信的 所以 只能让他自己去体会 但是 亲自体会的过程当中 他确实是受了很多很多的苦 所以他向他 这个 呃 倒前 还有一个 他们有一个规矩 我们绝对不能接放 成人的心灵 为什么呢 啊 因为 成人啊 我们长大了以后呢 我们自然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呢 形成了一个我们自己的 观点啊 这个观点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个万事万物 就是一个正式的世界 而且我们特别的执着 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给别人讲 根本就不会理解的 啊 如果是小的时候 小孩的时候 如果 给他穿熟 啊 给他观束 这个空性的话 那因为那个时候呢 他还没有形成一个 他自己的 那个 简洁 这时候呢 也许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 成人啊 他因为有自己有这个 他自己的世界观 那他的世界观 正好是 啊 这个他们讲的世界观 完全是矛盾的 啊 矛盾的 所以 成人的这个心灵啊 他 他不能不能不能 解放成人的心灵 因为他 不会 不会接受真 真理的啊 就是这个意思 啊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 这个 我们长大了以后呢 我们本来就有执着 然后我们学了 很多很多东西 威心啊 威武啊 还有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宗教 以后呢 我们自己形成了 很多很多的观点 啊 所以 成人就很难相信 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为什么危险呢 会无法接受真相 啊 因为成人 他自己有自己的这个 执着啊 所以他不会接受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啊 这个 你 know 不是 不是这个错了 就是这个 对 就是这个 好 他现在开始讲 啊 他为什么要 让李奥 去亲自 去体会 这个 母体呢 啊 他 觉得 李奥 就是九十足 他可以 回掉 这个 啊 母体 然后他说 当刚刚 这个母体 形成的时候呢 在母体 里面呢 就单身了 第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 可以随意的 可以改变 啊 这个母体 to change whatever he wanted to remake the matrix 然后他可以 重新啊 创建一个 没有电脑的 这个啊 没有电脑 没有假乡的一个 真实的世界 这个人 就可以 也可以 可以 这么做 他有这个能力 啊 第一个人 啊 我们马上就知道 这第一个人是谁 好 他揭放了第一批的反抗分子 啊 反抗分子是谁知道呢 是不是知道啊 啊 我们是反抗分子 我们 我们反对母体 我们 佛教徒啊 大乘佛教徒 他是反抗分子 所以 佛陀 这个里面 讲的 第一个人 啊 在母体里面 诞生的 第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 他可以 随意改变 这个母体 可以重新 创造一个 真实的世界 所以 释迦牟尼佛 然后呢 他第一次 解放了 这个反抗分子 反抗分子 是谁呢 不解手 这个世界 是真实的 啊 持有这个观点的人 都叫做反抗分子 啊 我们科学家 不是反抗分子 他接手这个世界 啊 虽然在这个世界 无知世界当中呢 他们 也就 有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 呃 成就 他们也 不解手 很多很多物质的 这个 这个宇宙的 这个 呃 表面的现象 所以他也深入的研究了 但是呢 总体来说 还 科学家还没有说 一切都是如梦如幻啊 没有说 所以 他不是反抗分子 啊 哲学家 西方哲学家 啊 柏拉图 苏格拉底 亚利斯多德 他们是不是 反抗分子 还不是 啊 他们说 这个世界 是水啊 火啊 风啊 地啊 四大著称啊 讲了一大堆 一大堆 所以呢 他们在修补这个 这个木题 他们也不是反抗 啊 然后 唯一的反抗的就是 本质上就去否定 这个木台 根本就不接受 这个木台的怒意 啊 不太 不接受这个木台的怒意 这样子的人 就是 反抗分子 他的反抗分子 实际上就是 大乘佛教兔 就是 他的反抗分子 啊 那这一批这个反抗分子 呃 那个人就把他解放了 所以呢 呃 就是释迦牟尼佛 穿法 很多人 呃 就 很多人就解脱了 呃 就是这些不接受 这个外在的 实际是真实性的 这个无名 呃 这些无名的 这个 这个 蒙蔽真相的 这些东西 不接受的这一批 反抗分子呢 那那个人 把他们解 解放了 呃 解放了 他们已经 有些人就成了佛了 有些人就成了阿罗汉了 然后有些人呢 就成了圆绝了 他们都被 那个人 解放了 啊 然后我们 不反抗分子的 我们不反抗的 就是乖乖的 接受这个 木梯的 怒疑的 这些人呢 那现在 还在这个 啊 还在这里 啊 还在这里 我们还是为了这个 木梯的 完善 为了 为了他的 这个 为了他的努移 我们去烧香拜佛呀 然后呢 去这个做很多很多的发挥呀 买包拼呢 然后就是接受很多很多的荒财神的关钉呢 然后就是水炉发挥呀 还有什么内栏外滩呢 还有就是等等等等 连私人的派位都要离佛 佛教 佛法房的近一天 要可以多收一点钱呢 啊 等等等等 那我们都不是反抗分子 啊 我们接受 我们在接受这个 呃 接受这个 木梯的 努移 啊 他不是 李敖昨天不是说了吗 你故故追敌的那天 就是一个努力 他告诉他了 啊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 这个修修补补这个 这个木梯啊 我们希望把这个木梯啊 就就保持下去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也在这个木梯里面 过得好 这个下面有个非常好的短片来告诉大家 好 他说 第一批的反抗分子已经接防了 有一个人把他们接防了 但是他说啊 他说 他告诉我们真相啊 佛就告诉我们真相 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是佛告诉我们的 只要这个木梯存在一天 一天 然后我们就没有自由 人类就是没有自由了 因为我们 只要这个木梯 无名 在一天 那我们就是被这个蒙比真相 那我们没有自由 死了 佛缘尽了 但是 限制愚言 他有一个愚言家 这个愚言家他说 那个人他虽然死了 但是有一个愚言家 愚言过 他会再来的 他会再来的 那再来的就是 佛以后的这些很多很多的 像龙鼠呀 雾珠呀 这些佛的这些化身 就是再来的 有一个愚言家说 他会再来的 然后他来了以后呢 他将带来 这个木梯的这个毁灭 虽然这个人死了 但是他还会来的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谁是这样子 谁把谁解放了 然后谁死了 然后谁会再来 然后真相 谁告诉我们 这一看就知道是谁了 战争结束了 这个战争是 人类跟电脑人之间的战争 战争结束了 因为电脑人 控制人类的 唯一的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木梯啊 木梯毁灭了以后呢 他们失败了 然后就是 全人类都自由了 我们把无名 啊 断掉了以后呢 然后解脱了 神老兵死我 控制不了我们 全人类都获得自由 所以他就是说 啊 我们这一生当中 在这个木梯里面呢 就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在做什么 为什么呢 在寻找就是主啊 因为有一个语言家 他预言了 以前的那个人死了 但是呢 他会再度的降临 所以他说 他一直都在找 一直都在寻找啊 就像我们藏床佛教 找活佛一样 他一直都在寻找 他在找啊 好 这个就是差不多了 然后呢 好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好好看看啊 I know this doesn't exist I know that when I put it in my mouth the matrix is telling my brain that it is juicy and delicious after nine years you know what I realize ignorance is bliss then we have a deal I don't want to know nothing nothing you understand I don't want to be rich you know someone important like an actor whatever you want Mr.Reagan OK I can get my body back in the power plant you can serve me into the matrix Mr.Reagan OK 好 这个就是他 另外这个人呢 他是电脑人的 这个最重要的人物了 然后呢 他是这个 摩菲石 他们遗弃的 但是呢 他刚才也说了 他这个酷日子 过了九年 他现在实际 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他不像在这个 真实世界里面活着 他像还是 他像回来做梦 他说 那把我的身体啊 他们不是把人体 跟这个电脑的 足脊 结上 就是每个人的 这个头 头 头 大脑的后面呢 有一个 有一个查控 把电脑 数据线 接入了以后呢 然后人 就是躺在这个床上 但是呢 他身体 就是在这个床上躺着 但是呢 他的大脑里面呢 输入了这个程序以后呢 然后他自己感觉 他就是在一个世界里面 然后他说 你把我的身体 摆取 跟这个电脑 接上 重新跟母体 接上 那这个人呢 实际上 这个就 摩菲斯 他们在一起 这个 在跟这个电脑人 斗争 但是呢 他们的生活 就很酷 那么他就 他虽然 清楚这个 这个电脑 程序的 这个模拟的世界 是一个 假的世界 是虚拟的世界 但是他 还是 源于到 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过生活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就是要当一个 有钱人 然后最好 还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认为 像明信一样的 我就是 我要把全部忘掉 我把 真实的世界 我要全部忘掉 这个是谁呢 也是我们 是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理论上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世界是假的 但是我们还是 想回到这个世界 里面来 过日子 我们觉得 这样子还是比较好 我们还是不太想 超越这个轮回 那么 他说这个 纽牌 实际上是 这个电脑人 给他 给他 清的壳 然后呢 他非常地清楚 这个牛排 是不在的 他自己也说了 并不存在的 但是他把它 放在嘴里的时候呢 然后呢 木提 立即 就让他 给 告诉他的大脑 这个是一个 很好吃的肉 过了九年了 他的过了九年 九年的这个生活呢 他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跟这个电脑人 作对 跟 魔斐 是一气 但是他现在 这个哭日子 过了九年以后呢 他不想再 过了 他明明知道 这个电脑的世界 是虚拟的世界 但是 不管是虚拟世界 这个人 还是有 跟现实生活 一样的感觉 所以他还是回到 这个 比如说 有些时候 我们做好萌 的时候呢 如果有人来敲门 让我们 这个 就干扰了我们的萌 我们有些人 会发脾气的 就是这样子 他还是想 明明知道 这个是萌 但是呢 他还是喜欢 做这样子的萌 无奈 他也是 他也是无奈 他也是正式的世界 他也非常希望 在正式世界里生活 但是坚苦 他也知道 这个战争 人类跟这个 电脑人的战争 什么时候结束 最终 谁 活得胜利 他也 说不清楚了 所以 他现在不想 过这个生活 虽然 他非常的清楚 这个世界是假的 但是呢 他还是愿意到 这个虚拟的世界 当中去过日子 那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 我们标面上 我们是反抗分子 我们也去反抗 但是呢 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不太想反抗 我们知道 这个是假的 但是我还是愿意 在这个 假的生活 我们在这个 假的世界里面 就是为了 为了做 为了做一个 有钱人 或者是 发财神官 然后我们去 烧香拜佛呀 刚才我们讲的 这些所有都是 就是跟 跟他是一样的 跟这个人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 为了发财 为了这个 等等等等 就是为了 我们自己的 名文理 参加了 很多很多的 发挥 参加了很多很多的 这类的 什么 荒财神的 官邸呢 等等等等 实际上 就是 跟他是一样的 我们也知道 这个是假的 但是我们还是 比较在乎 这个假的 虚拟的世界 所以我们希望 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还是要过得好一点 这个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 物质就是快乐 不知道就是很快乐的 如果知道了 很麻烦 所以我们有人觉得 我不想学空气了 我还是 我还是 不知道最好了 这些复杂的东西 知道了以后呢 然后就让我 没有安全感 所以呢 让我好好的 就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活在当下 所以他觉得 不知道就好了 就你把我的身体 拿去 给这个木梯接上 然后我的身体 就变成了 一个电池了 那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大脑里面的 这个我自己 投影出来的 这个世界里面 我可以当一个 有钱人 不但是 不但是有钱 而且是一个 社会的 比较有重要的人物 像明星之类的 我用这个感觉就好了 我身体怎么样 我不管 不知道 物质 就是快乐 把真实的东西 全部要忘掉 没什么 你明白吗 我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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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是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电脑人 就是要达到 达到这个目标 然后让他 就做一个这样子的盟 对他来说 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 大赢 这个就是有点像我们 平时我们也知道 很多道理 但是我们很多人将 这个道理我知道 但是我做不到 就跟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做不到 所以我们也就希望 还是这个道理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选择 这个虚拟的时间 所以你把我的身体 拿去接上木梯 不是这个 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 这个看过了 现在就是要看这个 是什么 我还是选择 就说 没错 没错 我还是选择 他... 他就是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被打死了 李奥被打死了 然后呢 打死了以后呢 然后他证悟了 这个过程当中 就像我们 讲这个中阴的时候啊 人死了以后 就在中阴的时候 证悟叫做中阴的证悟 中阴凯悟一样 他死了以后呢 然后又活过来了 那他活过来的时候呢 他完全就是变成了 另外一个人 刚才这个电脑人 跟这个李奥两个 真正的较量的时候 以前李奥根本不是 他的对手 但是呢 自从他死了一次 再回来的时候呢 然后啊 就是刚才这个电脑人啊 他根本就没有 他根本就不需要注意啊 就很容易的 把他这个打白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他现在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了 那现在看到了 这个世界的真相 世界的真相 这个就是他们生活的 这个世界啊 这个世界呢 就是大概就是 二十一世纪的 二十一世纪魔 以后所有所有的人类 实际上就在 就在生活在一个 这样子的世界里面 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 只有一个人 刚才讲 有一个人知道了 他后来就他说 这个人在回来的 那所以这个莫菲斯 他一直都在照 那所有的人就 就在生活在一个 这样子的虚拟世界啊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所有的建筑物 所有的人啊 就是苏玛变出来的啊 都是属子啊 这里没有人啊 然后没有建筑物 我们的这个世界 确实是这样子的啊 如果我们的眼睛啊 我们的眼睛 对物质的这个 明明图啊 稍微再搞一点 稍微再搞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看的 再深一点的话 再细微一点的话 那我们看这个 这个房子啊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 这样子的楼 比如说我们 晚上啊 看的这个 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我们很远的地方 在前边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 白色的广 白色的广 这个广 我们看来就是一片广啊 一片广 但是它不是一片广 它是无数的这个天体啊 无数的天体 组成的一个啊 一个世界 那这是宇宙啊 我们看到的宇宙 这个叫做宇宙是旋转的 这叫做宇宙鼻 就像一个人的一个手鼻一样的啊 那我们人类在这个地方 往往那边砍 然后我们因为这个 这个距离太远了 所以我们看不到 一个一个天体啊 不像我们月亮啊 金星啊 木星啊 火星啊 因为它们离我们比较近 我们看到都是一个一个的天体啊 那么宇宙的这个神处的这些 这些星星啊 离我们很远 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个 白色的光啊 这叫做银河啊 银河 我们看到的是银河 但是实际上 它我们如果我们稍微靠近一点看 那它完全是变成这样子 它不是 它不是一个啊 一片光 它是无数的星星啊 这里没有一片的东西 没有一个一整片的整体的东西 它是无数的星星 同时我们用容颜看这张桌子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眼睛啊 它比较吃顿 所以它的高速运动看不见 在我们的眼里啊 看不见 如果我们的眼睛看到 能够看到 真正的看到的速度 比现在的还高一点的话 那我们看这个世界 这个桌子 它一定会变成这样子的啊 这个我们去年啊 讲过一个叫做 华元经跟相对轮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外太空的图片 跟一个人的啊 这个人体的一个细胞的一个图 两个放在一起 我们看完全是一幕一样 大家记得吧 我想有些人应该记得的啊 那完全就变成了这样子啊 这个实际上我们佛教将啊 人无我啊 中间的这三个人 他不是人 他是电脑的程序啊 这叫做人无我 没有人啊 佛教就是这样 没有我只有啊 没有我只有无云 只有我们的柔梯和精神啊 这个电脑的世界里面呢 没有我只有电脑的程序 变出来的这些数字啊 从零到一 或者是一到这个七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数字啊 一或者零啊 这样子的数字变出来的一个世界 然后我们的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真悟的时候啊 有一天我们真悟的时候 一定会这样子的 我们禅丁修的比较好的时候啊 还不是真悟啊 参丁修的比较好的时候呢 他有些时候看到这个桌子的时候 碾桌子的这个一个一个的分子啊 他就是看得清清楚楚 完全就变成这样子的 这个不是假的啊 因为这个时候呢 他通过他的参丁了 他的这个视觉的灵敏度提高了 实际上很简单的道理 提高提高了以后呢 他的这些高速运动啊 他不会在他的眼里就变成一根弦 他每一个运动的东西 他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个时候呢 他看到这个世界就看这个 现在这样子的 我们今天发了一个照片 大家都有吧 啊 对对对 这是我给你们的礼物啊 然后我们要知道 这个就是佛讲的人无我 就是这样子 这个世界啊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 发的这个照片上面呢 最后也带了一个金刚锦啊 金刚锦的最后的这个四居滑 实际上就是一切又未发 一切又未发 就是万事万物 万事万物 就像如还 如蒙 还是什么呢 还就是末术时 末术是变出来的这个时节 叫做还 还觉 还觉 末术是他通过某一种方法 让我们看到大祥 看到建筑物 看到各种各样的人 实际上这里没有建筑物 没有大祥 只是通过末术式的一种力量 让我们参胜 让我们的思觉 产生了一种错觉 那这个叫做还 还觉 实际上这个我们的世界 就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世界观 从本质上 就是有了一个变化 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国举我们对这三个人 有恐惧 但是呢 现在知道他三个人 是电脑的人 所以他们开枪 飞过来的子弹 刚才看到了 都他随意的可以控制 都在侵略在这个恐众 他不会上 不会伤害人 为什么呢 他们都不是人 他们都不是人 所以他们也没有开过墙 他们的子弹 也不是 也就是这些梳子 他们的墙 他们的手枪 也不是墙 就是这些梳子 这个 他们射出来的这个子弹 也不是子弹 然后呢 我们对这些人 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恐惧 等等 那现在 他彻底的明白了 明白了以后呢 然后他的所有的这些恐惧 也就不存在 这叫做 这叫做这个 证物 证物 证物就是这样子 简单的说 证物就是这样 证物就是我们看到了 这个世界原来就是一个各种各样的分子和原则 垫子 高速云东下 变成了这栋楼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的眼睛更不上这个速度 他在我们的眼里变成了一个静直的 或者是整体的 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的 能够清楚的看到的速度 比现在的速度还要高一点的话 那他钻得很快 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这里没有任何的这个静直的东西 都在高速的运动 都在高速运动 完全就看到是一个这样子的世界 这个时候呢 他整悟了 他彻底的明白 原来这里没有人 所有的人 就是成千上万的原子分子组成的 但是这个原子分子啊 我们的因为我们的过去的 我们的眼睛 他看不见这么快的东西 所以呢 在我们的眼里都变成了 在我们的眼里根本就不是原子 不是分子 而是一个静直的 整体的一个物质 那个所谓的整体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一根响电了以后 这个云 这个高速运动的时候呢 它也是一个整体的呀 在我们的眼里 这是一个整体的 它就是一个整体的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建筑物 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的整体 都是这样子的 所有的整体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需要其他的 只要我们的眼睛的 这个能够看到的速度 也就是说他的灵敏度 他的灵敏度要高一点 然后立即就看到他在运动 他在运动 这个我们看那个潮汐 卢西这个电影里面呢 当他的大脑开发到 我们现在最多也就是开发10%左右 当他的大脑开发了20%这样子 左右的时候呢 那他看一棵树 这树上面的这个植物的这些 每一个细胞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个不是假的 完全是真实的 真正是这样 这些科幻树啊 我相信他们是看过佛教的 很多很多理论的 所以这些都是佛教里面讲过的 而且是这么早就讲过了 人家就是用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来表达 那我们本来是我们讲的 但是呢我们的这些书呢 我们前几天也讲过 都在这个寺庙的藏经楼里面 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拿来看 我们也看不懂 看我们也看不懂 我们也不想看 然后也没有人给我们讲 实际上这个称呼就是这样子 所以佛 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 学佛是学什么 学智慧 为什么要说智慧呢 我们佛教阿比达摩将 智慧不仅仅是我们的底流意识才有智慧 眼耳鼻似身也有智慧 也有智慧的成分 我们的视觉的这个智慧提高了 那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告诉大家这个是没有办法生活的 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话 那没有办法真实的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真正的生活了 但是没问题的 那个时候呢 另外一种更好的生活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乡下的 比如说一个很偏远很偏远的小孩 他从来都没有吃过巧克力 还有这个其他的任何一个糖 他只吃过这个地里长出来的这个甘蔗 然后只吃过这个 其他都没有吃过 那么他以为天下的所有的这个甜味 不是甘蔗 出了甘蔗的味道意外 没有他认为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告诉他 某一个地方是没有这个甘蔗可以吃 然后他觉得这个地方很不好玩 为什么呢 没有甘蔗 他以为就是没有没有甜的东西吃了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更好的甜品 他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呢 只能享受外在的东西来 刺激我们的甘官所产生的这个甘蔗 我们认为这个是幸福 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 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呢 没有这个这个甘蔗了 然后我们觉得 哇那这样子活得太没有意思了 没有幸福了 但是不是有更高的这个幸福 有更高的快乐 有更高的这个生活的目标 这样子 这就是真无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我也是要旁边的就是这样子 好,再来看最后一个,他整午了,那整午了以后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他整午以后的,他的工作 好,他的工作就是这个,他要改变这个电脑的时节,然后他要重新创造一个时节 让云云众生看到真实的事情 这个是谁的工作呢? 这是我们整午了以后呢,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 我自己发现这个世界原来就是一个电脑的程序变出来的一个虚拟的世界 这样子的时候,我动了这个道理,我亲身经历了以后呢,然后接下来我的工作就是我要让云云众生见到这个虚拟的这个世界 因为我一切把这些人都当做一个人,然后这个整个的城市,整个的这些大楼,我把它当做是一个城市 这样子以后呢,我就是被这些电脑人控制在这个城市里面 实际上我就是被他们,我接受他们的努力,被他们控制了 那现在我知道这个电脑是原来这里没有人,没有世界的时候呢 那我要快,轻快,我要让所有的人,全人类也要明白这个道理 让大家也明白这里,这个世界是一个电脑变出来的虚拟世界 大家不要害怕,大家不要去接受,大家不要去接受他的虚拟 大家都要当一个,这个前面讲的,他们都是一个犯罪分子 这样子以后呢,大家都去把这个木题,也就是佛教教的五名,把它毁掉 这样子以后呢,云云众生也就看到真相 这就是佛度终生,让大家明白无我这个意思 他要创造一个没有电脑,就是说没有电脑就是没有母题 没有烦恼,没有无名的世界 没有太多太多的这个隐性的规定啊 然后很多很多的界限啊,我们因为我们有了自我 有了知识,有了知识以后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界限 有各种各样的界限,他把这些界限全部打破 - 无法保险,无法保险,无法保险,无法保险和阻止 - 世界,任何可能有必要的 - 由此之方的我会让你成为 - 电影斯坏 外在世界物质的颜色 如果实际上没有颜色 除了感官生病的人之外 为何所有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颜色 照相机造出来的也是一样的颜色 对 这个照相机和摄像机拍出来的 我们昨天讲过了 实际上照相机它从来没有拍颜色 摄像机它从来没有拍过颜色 但是他们记录了光的频率 光它也是一个这样子的薄 但是它的薄的长短不一样 尤其是这样子长薄 尤其是这样子的短薄 长薄 短薄不一样 这个薄的长短的频率不一样了以后 然后我们这个频率就导致了我们的所谓的颜色 那照相机和摄像机它只记录了这些频率 频率不一样的光薄 如果没有人看这个照片 如果我们人的眼睛不去看 它没有记录颜色 照片也是没有颜色的 但是把这张照片拿在我的眼前 我一看 然后它记录的这些光的这些频率 在我的大脑里面就变成了颜色 就是这样子 请问文书是例真实 还有一个问题 刚才说它 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看是一样呢 因为我们的眼睛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我们人的眼睛结构都一样 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昨天讲过 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大部分的人的能够看到的光 是我们昨天讲43万到430万到750钱 不是万 钱照合这个中间 那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人类 我们的眼睛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有一部分的人看到的光 就是比这个还要再光一点 这样子的话 那他们的眼睛里面就多了几个光出来了 他们看这个世界绝对不是这样子 有可能他可以看到X光 那也可以看到他每一个人的骨头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有些人有可能 如果我们的眼睛 比如说有一部分的人的这个 他看到的这个光 光图 比我们普通人看得还再瞎窄一点点的话 那他们是 第一个他们看不到红色 第二个他们看不到这个紫色 紫蓝色 这两个他们绝对看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是光谱的上面和下面 因为瞎窄了以后 那他只能看到中间的一块 所以这个世界 它长什么样子 不是他来决定 而是我们的感官来决定 那么我们全人类 地球上的七十亿的人 感官长得一样 所以我们看的世界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叫做人类 请问文书是立真实明经 是否属于密教经本 密教的经是否就是序 是 文是真实明言 叫做真实明经 是属于这个密法 那他问所有密教 这个密教的经是 可以叫序 请问一般佛教在人往生后 多半用火葬方式处理尸体 这样会烧死许多小生命 请问该如何处理或看待 是的 佛教里面呢 他有要求 人死了以后呢 不能立即去拿去火葬 需要一点点时间 昨天您回答 没有发菩提心的人 即使证悟了空性 也会退失 请问既然已经证悟 为什么还会退失 退失的是什么 当无空心啊 就是我们 有些时候我们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了 我们看这个世界 就是 就是 就是没有真实的世界 他看到了 但是呢 如果他的基础不牢靠 基础不扎实 这样子的话 他看到了一次两次以后呢 以后再也看不到 这叫做消失 在归一大礼拜中 观想带领众生一起归一 发金大礼拜 但现实中因践行的不同 却不能认同其他人 也不想接近 如何缩小两者的距离 我们 呃 观想天下所有的众生 跟我们一起诡异 我们可以这样子 但是这个 嘴多 这就是一个 我们自己的一个 训练 呃 方法和修行的方法 呃 那 这种修行 对其他的众生 有没有用呢 还是有用 呃 那 那他是不是 那其他人 是不是不需要归一呢 还不是 其他人还是自己 要归一啊 但是我们这样子的 修法也不是完全没有用 还是有用的 请问 昨天提到物或东西 是新所变现 那么 什么的东西啊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东西 哦 都是新的变现 哦 对对对 那么像现在讲座的地方 有椅子 以及物品等等 他们是新所变现 讲座完毕以后 人都离开了 这些东西如何维持 他们的存在 对 非常好 这个我们走出去了以后啊 我们走出去 比如说这个会 这个会议室里面呢 我们都走出去了以后 这个桌子的新装 是不是这样子呢 绝对不是 不是这样子 啊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个桌子 他的他的所有的 他的构成 他的这个分子 和他的这个点子 要变成一个这样子的 长方心 有四个角 然后有长方心的这样子 啊 前提的条件 必须要 我们的视觉去参与 他才可以变成这样 那我们任何人的视觉 都不参与的话 那他绝对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呃 请问 这个我知道 这个就是有点点 有点点 不容易接受啊 我刚才昨天讲了 我们的衣服 放在仪柜里面的时候 它没有眼色 然后我们刚才也讲了 照相机的 这个照片 我们人不看的时候 它没有眼色 然后我们大家都出去了以后呢 这个桌子 是不是长方心 我知道大家不容易接受 刚才这个莫菲斯 他也说了 我只是说 这个是真相 我没有说 你很容易相信 哈哈 我有这个问题 他说 我有之母 念恩上的 这个观想上的困难 他说 我的母亲 一辈子脾气都很大 那虽然他很想孝顺她 那也把她接过来 跟自己一起住过 但是最后 她还是没有办法忍受 所以只好把母亲送回去 然后由外傭来照顾 但是她心里面又很挣扎 她不知道 她觉得这个又不孝顺 那么她想说 有没有不必面对面的孝顺父母的方法 面对面的孝顺父母的方法 方法没有 但是如果她不想孝顺的话 那就不孝顺了 但是这是不对的 我们很多人有这样子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去 修这个联恩 保恩的时候呢 因为小的时候 有些人 这个父母的 跟儿女的关系 不是像正常人一样 有点不太好的 那她们呢 尤其是父母的掠代啊 这些 那她们就不 她们认为这个母亲对我没有什么恩 让她去 去甘恩 或者是怜恩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心理的障碍 那另外一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这么讲 如果全天下的这个母亲 都喜欢她们的儿女 那么我们的一个两个的母亲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这个绝对跟过去 跟自己的业力有关系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虽然我现在的这个母亲 母亲在现实当中 她对我不好 但她对我不好 也不仅仅是她的问题 也有我自己的问题 但是呢 我的母亲 也不仅仅是这一生当中 做我的母亲呢 她从无事以来 做过很多很多次 我的母亲 那么这些过程当中呢 那肯定也是有 她对我跟其他的母亲一样 特别特别好 有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去换一个 这样子的方法 去去思考 但是没有一个 不需要这个小神的方法 只有这样子的方法 请问上师叫我做的事 是我不会的领域 我试着去完成 他交办的事 但是我发现 我做的不快乐 又有压力 那上师说 我必须想办法 学会做这个工作 并交代了 好多类似的工作 我一定要去做吗 如果 这个跟上师有关系 说实在的 我们必须要选择 这个上师 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一个人 我们虽然这个 世俗的这个学历 有可能是很高 然后这个文化水平 也许是很高 但是呢 这个学佛 修心 在这个领域当中 我们是一无所知 那么我们要造一个人 在这个我们的 这个位置的领域当中 我们要造一个带炉的人 如果造错了 那这个绝对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的车上 装了一个GPS 然后他的系统是有问题的 然后我输入一个目的地 跟着他走 然后我要走 然后他一定会把我带到西 那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上师是必须要 必须要 要这个观察的 如果上师没有观察 没有观察 那如果说他让我去做什么 我就去做什么 那这个很危险的 不论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 要有指挥 要去学习 还要还是要去判断一下 这上师给我安排的 这个到底 我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 这个符不符合佛的 这个佛经的这个内容 这个符不符合截律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已截为时 已经为时 那他他讲的 他给我安排的这个工作 符不符合 小乘 扑杀 密乘的截律 符合 我就去做 如果呢 不符合的话 那我得要想一想 不符合 那他这样子安排 他有没有什么 什么 其他的意思 如果认为这个上师很普通 这样子的话 那就我们还是最好不要做这些 不太符合佛教的内容的这些事情 如果他 他给我们安排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给上师倾降 我们 我为什么不做 我跟他讲清楚就好了 不要去做 我觉得 当然 比如说像密拉日巴大使 他找到的像玛尔巴大使 这样子的话 那必须要我们 他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但是玛尔巴大使 最后密拉日巴 他离开他的时候 他也 玛尔巴大使也给密拉日巴讲过 未来 像你这样子的弟子 也是很少的 像我这样子的伤识 也是很少的 所以你还是 最好不要用我给你的这些方法 我对你的这些方法 就是像他说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 在一半的情况下 上师给我们安排的这个工作 我们自己也要去想一想 这个应不应该去做 如果不应该去做 我们认为不应该去做 很确定的话 那我们还是倾家 我不要去做 如果符合 我们认为 上师给我安排的这个工作 要不就对我自己有利 要不就对别人有帮助 那我们尽量的去做 这样子 还是选择 还是应该选择性的去做 我觉得 这样子比较安全 以接受五戒的人 其中一戒 破戒 那是要全部 重新受五戒 还是只需要 针对破戒的那一戒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受了 居士五戒 其中一个破了 那么其他的戒体 存不存在呢 这个小城佛教的 这个小城佛教的 尽一切忧不和 这个尽不 他们两个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这个说法呢 它就是一个学术上的 一个不同的观点而已 实际上 比如说我们受了五戒 其中翻了一条戒 那翻戒的就翻了 但是其他的呢 我们还是要 早阳地去 斥这个戒 那么 到时候有 有条件的时候呢 让我们再去受 熟的时候呢 还是要重新熟 熟五条 请问 自己成佛以后 能不能去十方世界 学其他本尊的法门 可以可以 但是自己成佛了以后 没有必要去学了 在《会与联灯》书里面 禅修四阶段 当中的对立阶段 失利阶段 和睦阶段 解脱阶段 其中 对立跟失利阶段 是怎样的禅修 这个就是一个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 这个禅修的一个过程 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回灯之光》里面 有整讨的这个文章 还有诗评 那个里面讲得比较清楚的 请问 若说 这个人 他的心很清净 这个心很清净 究竟是什么意思 心很清净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意思 比如说 他就不怎么讲话 比较老实的人 也可以叫做心清净 单纯的人 比较单纯的人 我们也可以讲 因为他的想法 不是很复杂 比较单纯的人 有些时候也叫做心清净 然后呢 像释迦牟尼佛这样 也叫做心清净 中间的都叫做心清净 我们一般人 总是有不学佛的亲人和朋友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多少会闲聊造口夜 我很长一段日子 不与人来往 但避得掉朋友 避不掉亲人 遇到相聚的时候 总是听到他们在抱怨 我如果附和他们 自己又不想 但是提出相反的看法 就变成了虚伪笨蛋 常觉得见面很无聊 请问究竟一个好的学佛人 要怎么和不学佛的朋友相处 不学佛的人 跟我们学佛的人 实际上就不 在现实生活当中 应该是不会有任何的 这个冲突啊 因为我们的信仰 比如说我心佛 他没有信仰 或者是他有其他的信仰 那我们没有必要在生活 工作当中 把这个信仰拿来 争论啊 冲突啊 矛盾啊 没有必要 我们相互之间 大家都尊重 保容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尤其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学佛的人 一定要主动的去保容别人 一定要 一定要献让补 我们主动的去尊重 我们主动的去保容 这样子就可以 还有很多的时候 比如说刚才他讲 我们先了的时候啊 就是会造一些口业 其实不需要的 释迦牟尼佛 有十四个 有十四个问题 他是保持 这个 有人来问他的时候 他保持沉默 他不说话了 为什么不说话呢 有一次他这个外 这个外道 问释迦牟尼佛 他说自我存不存在 问释迦牟尼佛 然后释迦牟尼佛就是 保持沉默 他不说话了 释迦牟尼佛什么也不说 为什么不说呢 如果说自我 存在 如果说佛所存在 那这个是不符合事实 就是撒谎 所以呢 不能说 然后如果说 实际上是不存在 我们天天讲无我 如果讲这个无我 说自我不存在 他会对方 不能接受 所以呢 佛什么也没有说 然后 然后就 然后这个外道呢 他说 我把佛 就是编论 把他 把他这个编论的时候呢 他没话说了 佛 失败了 但是实际上 佛为什么不说话呢 佛就是考虑他的这个根基 两个都不讲 保持 这个保持沉默 同样的我们 比如说 跟朋友也好 跟家人也好 如果我们发现 他不能接受 这些佛教里面的 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不要给他讲 不要讲了 我们回避这些话题 我们就将一些生活呀 工作上的事情呢 就其他的事情 讲 信仰 佛教 我们不要去讲 回避 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呢 我们 这个佛教徒 我们必须要懂得 水顺 水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 我们经常 很多很多人的家庭的矛盾 有一部分是 跟这个信仰 跟学佛 有关系 我们有些人呢 学了佛以后呢 特别的顽固 特别的执着 释迦牟尼佛 让我们放下 但是我们特别的执着 因为很多很多小事情上面呢 我们特别执着 然后这个执着的方式呢 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别人不接受我的观点 或者是他不跟我走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发脾气 骂人 然后就是不搞心 这样子 这样子以后呢 经常在家庭里面呢 有很多的矛盾 所以不要这样子 如果我们发现 他们不接受 那就不要去说 观点不讲 行为上 除了一些原则性的行为 比如说 杀到阴亡 这样子的原则性的行为以外 我们还是要水顺一下 让步 这样子 其实实际上 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 也许这样子 他也就慢慢的接受 就对他也有更好的帮助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东西 枪下给别人 这样人家 反而他更加的反感 没有必要的 所以学佛 也应该要有方法 而我们要懂得水顺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大乘能不能以菩萨乘 来称呼 小乘能不能以身文 原决称来称呼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这样子更好 尤其是 尤其是 这个 南川佛教的新徒 出家人 比较多的地方 应该这样子讲 这样子最好了 您曾经提到 生命的起源 佛法认为 因为众生本具佛性 为什么从佛性当中 会产生无名 与空性有关吗 比如说 我们 比如说 野体 然后呢 外面的这个 温度 灵侠的时候 它就变成 骨体 一样的 我们的如来 广灵 就在某种条件下 它就变成了 但是它本质上 是不会有 有有变化 但是它 也在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当中 佛性当中 会产生 烦恼 或者是执着 然后这个执着 在扩大 在扩展 发展了以后呢 然后就 变成了这个 母体 恳请上师 慈悲传授 八观斋戒 他说 希望您能够传 八观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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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 我们没有安排 是不是下次要安排 下一次到时候再说 没有问题了 好 没有问题就好 我们现在回想 我们将听说法 听尽温法 实际上 我们的提母 是说我们看电影 实际上 我们是讲空心 那么这个功德 我们会想给 天下所有的终生 不正确 水 没有问题 估计